中天長江特派園的迷彩版 我們今天來到了關島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剛剛在推的這個門裡面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所 其實這裡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在關島的這個附近 所設置的所謂防空洞 那目前我們看到 雖然這個是已經鎖起來 不過據說整個這個防空洞 可以抵抗不只是炮彈的攻擊 另外像是飛彈等等 也都有可以辦法 來抵擋這樣一個攻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防空洞 其實在現在這樣的氣氛情勢之下 似乎就顯得特別的一個重要了 我們知道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現在是嗆聲要在8月中旬之後 希望可能會要對關島這邊 來發射4枚的火星12型的飛彈 因此對關島來說 雖然這個目前觀光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關島政府方面 早就已經發布了 如果遇到核彈的時候的一個 緊急逃生手冊 該怎麼樣去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剛剛我們現在講的防空洞以外 另外這個也是 可能會被用到的一個防空洞之一 它上面其實還特別圖寫了一個 核能的一個標誌 核子的一個標誌 它上面寫的 其實這個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一個落地庇護所的概念 那這裡可以看到 有像是應該是當時 日本在這邊佔領的時候 它特別設了一個防空毫 這裡這個漢字寫得很清楚 防空毫 有三個大字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裡就是整個這附近 這個其實這個地方呢 就在關島政府辦公廳的附近 然後在這個附近的公 它雖然現在是一個公園 不過呢 這個防空好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防空洞呢 其實是已經變成了 來關島旅遊觀光的遊客所的一個景點之一 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不少的這個日本遊客到這邊來 特別還這裡拍照到此意遊的一個概念 不過其實如果真的遇到戰爭的時候 真的北海的飛彈攻擊關島的時候 這裡都會有可能變成一個關島 當地居民或者是遊客 臨時緊急的一個防空洞 然後其他這個防空洞的這個能夠防禦的範圍 包括炮彈 包括飛彈 甚至像是核子 核子彈的都有可能來做一個這樣的防護 這也就是應變了 其實雖然目前呢 在關島可以說是一切觀光業沒有受到影響 那很多人還是照常來關島旅遊 不過呢在關島的官方方面 還是做好相當的一個準備 所以現在這個防洞看起來是鎖起來 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被打開 那如果一般民眾呢 在關島的民眾或是旅客 遇到了真的飛彈危機 飛彈來襲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空襲擊爆發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我們帶您一起去看看 GO 根據關島國土安全部所發布的 如果遇到核彈攻擊時的 緊急逃生手冊傳彈裡面 他第一點就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有核彈來襲的時候 不要往天空看 想要去看這個核彈的火光在哪裡 因為他就會像看太陽一樣 你的眼睛可能會一直受傷或者失明 另外第二個步驟就是 趕快躲進水泥建築裡面 進到了室內之後呢 根據這個關島國土安全部給的 這個核生化緊急逃生指南裡面 他建議大家進到這個室內之後 趕快要把衣服給脫掉 因為這些衣服包括褲子 可能都沾滿了輻射層 而且脫掉之後 要把這些衣服通通裝進塑膠袋裡面 阻絕輻射層去向外來汙染 另外他們也建議 進到室內之後 衣服脫完之後 最好趕快去洗澡 那洗澡的時候 用清水或者是洗髮精來洗頭 洗身體統統都可以 但是他們特別提醒 千萬不要用像這樣子的潤髮乳 因為潤髮乳會導致這個輻射層呢 繼續沾染下 可能會沾染輻射層 然後會繼續影響你的身體造成污染 現在我就要進去洗澡